东亚运中华队是昨天连续夺下了四金 首先来看跆拳道好手魏晨阳 昨天在男子63公斤级的比赛 连过了三关踢下金牌 而另外女子举重好手郭信纯 也在58公斤级的比赛中 以237公斤的总成绩拿下了金牌 并且打破了大会记录 广州亚运之后 魏晨阳已经有三年没在国际大赛尝过金牌滋味 东亚运连闯三关来到冠军站 一开赛就是下马威 漂亮的头部上端攻击 冷不防再来个正拳 首局结束魏晨阳6比0领先韩国选手金泰选 第二局魏晨阳依旧保有优势 第三局金泰选开始追赶 追到7比9 幸好魏晨阳没那么容易被逆转 笑纳金牌 新的就是新的开始 因为这也不算是规模最大的比赛 然后希望明年还有年底的比赛 我都可以继续在那里 明年是明年年底 对了对了对了 刚刚找到笑颜的还有世大运与牙晨赛举重金牌郭信淳 他已抓举102公斤 停举135公斤 总和237公斤 夺下58公斤及金牌 打破大会记录 就是当中练翻领 对 就是为月底的世锦赛做一个调整的 郭信淳赛前就是夺金大热门 他高兴的说实力都有发挥出来 唯一可惜的是 没能打破自己7月在克山世大运 所缔造238公斤的全国纪录 记者小卫沈志明 中国天津采访报道 而网球项目表现更是亮眼 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 分别立刻韩国与中国队 双双抱走了冠军 中华队会骑在天津国际网球中心升起 还伴随着国旗歌 代表着本届东亚运的第一面金牌 正式进账 网球男子团体以2比1 打败韩国一点也不轻松 单打第一点杨宗华历经三小时大战 不幸败北 幸好第二点单打和第三点双打 顺利拿下 我很喜欢带团体赛 因为那种压力 然后怎么样给球员 从心里面来输到 然后能够赢 这个转为伟安 或是一路顺畅来讲 帮忙很大 同时间进行的女子团体赛 战况同样激烈 在单打第一点输给中国之后 张勇然保住单打第二点 并在休息半小时后临时上阵 和妹妹张浩琴搭档双打 打完第二点之后 然后教练就问我说 你觉得怎么样 然后又问浩琴 那我就说那不然我配浩琴好了 因为毕竟我跟浩琴的默契还是最好的 那我觉得既然一比一 我们不想要有任何的闪失 所以才会以这样子的决定 然后这样子的配队下去 战士姐妹的好默契 没有太费力地以两个六比三打败对手 成功帮中华队拿下本节赛事第二面金牌 经过一整天的激战 中华网球代表队 不服众望在男团和女团各拿下一面金牌 而这也和教练团事先预定的七面金牌 越来越近了 以上是公司九零小会 沈志明在中国天津的采访报道 位在苗栗头粪的四类亲民教养院 爆出了不当体罚院生的事件 苗栗县社会处昨天派员到教养院 二度访查 认定院方的确有不当管教的行为 考虑要开罚 不过会不会被勒令关门 还要等卫福部详细调查后再决定 暴力拳打脚踢 勒紧棍棒还有过肩摔 司令苗栗七名教养院院长周本吉 对中重度多重障碍的院生管教方式 六号被立委揭露并痛批 七号下午一位黄姓院生的姐姐赶到教养院 要求把弟弟送医治疗 而新竹市政府下午也派了一台中型巴士 接走四名院生 不过也有家属先是忧心中中进了教养院 房市出来后就改口 院长周本吉只是在跟院生玩游戏 但被问到是否放弃让家人继续待下去 家属还是有些疑虑 针对院长不但管教院生一案 七名教养院七号大门申索不再对外发言 下午苗栗县社会处派人到现场稽查 听取院长周本吉说法 对殴打院生的做法表示无法认同 将在八号院房提出报告后考虑开罚 同时也坦诚集合时值审文书确实有漏洞 苗栗县社会处强调 七名教养院凭证落到丙等时 还是能申请补助 主要是补助院生而非教养院 没有放水的情势 目前七名教养院收容了37名院生 其中20名涉及苗栗 其他部分来自新竹县石和双北 至于亲民教养院是否被勒令关门 必须等到外福部详细调查后再做裁定 记者王兄来世杰 三菊小组苗栗报道 虽然狂犬病疫情稍稍降温 但是农委会还是决定 对宠物加强管理 从明年的1月开始 如果宠物没有带上证明已经施打疫苗的锦牌 最高要罚主人5万块钱 这个黄色的锦牌就证明 宠物今年已经施打过狂犬病疫苗 不过目前加犬加猫 疫苗施打率只有6成4 还没有达到目标 因此农委会决定祭出重罚 从明年1月开始 如果宠物到公共场所没带上锦牌 就要医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 对四主重罚1到5万 如果犬猫的疫苗施打率达到7成以上的话 那就可以避免狂犬病在人跟动物之间传播 那你在出入公共场所的时候 可以避免其他民众觉得恐慌吗 为了鼓励四主配合 9月10月的宠物登记费用会减免 而从下个月开始 农委会宣导两个月 对政府要重罚 有人可以接受 也有人觉得罚太重 可以啊 为什么 因为这本来就是应该要走的 对啊 一个锦牌弯块 买个锦牌没那么贵啊 弯块好像太多了 农委会强调重罚的目的不在罚 而是呼吁四主负起责任 但会不会因此造成不负责任的四主反而弃养 动保团体呼吁农委会一定要加强宣导 并提供充足的疫苗跟锦牌 否则因此造成弃养潮 早殃的又是无辜动物 记者林志明 陈常伟台北报道